说起中国篮球,虽然没有NBA那么出名,也没有NBA的那种实力,但是中国篮球在亚洲的实力也是名列前茅的。 尤其是姚明在姚明还没退役之前,亚洲那个国家赶向中国男篮发起挑战,但自打姚退役后,中国男篮却是接连被一些小国挑战,加深进些年中国男篮的不努力,中国篮球在亚洲早已失去霸主地位。 庆幸的是,还有那么一只威武之师,在亚洲篮球节一就稳战霸主宝座,他就是中国男子轮椅篮球队,自亚参与资格赛小组赛中。 中国男子轮椅队,以117-12哼扫印度尼西亚,以105分的分叉拿下比赛,逼到了亚洲时尚最大分叉记录。 而对于这次比赛,中国只派去了6名队员,对方却有12人轮换,中国队员在得不得休息的情况下,你就以玩抱对手的优势拿下比赛。 由此刻证明中国篮球的时候在亚洲依旧是处于领先地位的,起码对于中国男子轮椅篮球队的队员来说是这样。 在这中国篮球轻狂不见低迷的时代,人们也许不再看好中国篮球吧,尤其是不再看好中国CBA。 但是中国男子轮椅篮球队的优衣表现,却让人们对中国篮球,再次燃起了些许希望,让我们为他们鼓掌吧。 希望他们接下来再接再厉,有更好的表现,同时也希望中国男男能学习他们的精神,不延期不放弃,早日重振雄风。